…… 旁边 伴伴伴伴伴 咱俩扎几个盘 大兄弟 吃饭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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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穿的什么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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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抢回他的衣服 你怎么把这事穿上了 不是 挺好看的吗 倒上 倒上 这个破衣服 旧了 直接烧了得了 我的饭呢 来来来 来来 这儿呢 大哥 来来 来 来 这什么 兔子 大哥 大哥 吃 这怎么够分哪 你们兄弟们吃吧 我不吃了 好东西 还得紧着大哥呀 大哥 这你不吃 兄弟们谁敢哪 是啊 你们都吃啊 吃 吃 你们都吃啊 吃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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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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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吃啊 大哥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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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酒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味道这是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就吃这个啊 对啊 多好吃啊 糟糕 随心 买卖不多 你又不在 兄弟们就将就着过了 你们真是太苦了 这东西能吃吗 不如我们到外边吃吧 咱不是刚圈了个酒馆啊 叫大哥带子 开婚去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大哥 你带兄弟们 去咱刚拿下的小酒馆 吃一顿 对啊 大哥 是啊 吃啊 那 我说的算 吃一顿啊 走 这个别吹了啊 走 这边坐 掌柜的 来了 来了 好酒 好菜给我上 善哥 这个月的 不是前几天给过你了吗 放心吧 今儿可不是来炒你要钱的 掌柜的 把你们的好酒好菜 都给我堆上来 好好招待我们的铁军大哥 原来是大哥啊 赶紧去 好好 慢走 慢走 小二 酒 快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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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来了 你 倒上 倒上 来 来 大哥的 山哥的 来 都倒上啊 都倒上 大哥 兄弟们敬你一杯 来 小二 来点什么 一盘牛肉 两个馒头 快去吧 好嘞 来了 来 兄弟们 喝一杯 来 喝 那个 那什么 掌柜的 那个 茅厕在哪儿 快来了 在那边 我去个茅厕啊 你们慢慢吃啊 大哥 早点回来啊 菜来了 来 这可真是奇怪了 猫和浩子成一伙了 您倒是我看错了 怎么是你呀 你不是那帮马匪抓回去的人吗 怎么现在跟他们称兄道弟了呀 说来话长啊 别说那么多了 你赶紧走吧 要不然他们剁了您的手 你跟我说说吧 哥们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不通啊 想不通就别想了 赶紧滚就是了 你怎么跟你单身这样说话你呀 你 你干什么你 你严调仇报啊你 你 别那么多废话 赶紧滚 不然我剁了你 滚 好好好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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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鱼呢 你 你还想要我去鱼啊你 你 你 你真是不想稀用啊你 赶紧的 你现在可以走了吗 呸 就当我白救了你条命 才没关系滚 我归原主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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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回来了 咱今天无罪不归 行 好 无罪不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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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喝酒 喝酒 对了大哥 你是怎么杀死那个 喝东西来 弄死他还不简单啊 我告诉你啊 我把他关起来 我把他绑住 关在黑洞里面 我把他 我把死里折磨他 折磨死他 你真他妈解析 这个他妈妈带 就该折磨死他 你说什么你 大哥 大哥 没有 喝多了 来来来来 喝酒 来来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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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没看见本大爷来了吗 喝酒 来 喝酒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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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就这点了 来 你他妈打瓣要瓣花子呢 这年都是什么样的 方马乱的 父上出门了人手 这个月蛮堂满孙就是 你去你的 这也太不像花了 敢糊弄本大爷 你信不信 我把你这破酒馆烧了 老公 今儿咱们逼跑啊 为啥咱们起来 老八蛋 爷 给点活路吧 活路 容易 拿钱来 我这儿真的没有了 他们在这儿闹 咱们还有面子 我这人也太深了 就毕竟有 就是了 干嘛的 给你脸不要脸 干嘛的 干嘛的 哥 各位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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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这不知铁军吗 少见少见 你这功夫 应该在风月楼那妓女的床上 咱们有空回山里来了 他还知道风月楼 我告诉你 风月楼的老宝是我的老乡猴 我说他不用给钱 你行吗 嗯 我看 老黑给钱 我看人家婊子还不借呢 不对吧 老黑不就是婊子呀 是不是 那婊子怎么不借你呀 你 老黑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这儿 我们先来的 你来这儿锁人家钱财 不太地道吧 你跟我讲规矩 你们他妈的讲得着吗 自打你们从江北杀回来 你抢了哥们多少地盘 兄弟们活生生的财路被你们断了 今天 我把话撂到这儿 这个店是本大爷的 谁想得给我离开 敢抢我 就别想从这儿活着出去 既然这样 咱们就刀剑说话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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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都住手 走 看你们谁敢动 别别别别 都住手 走路手 走路手 铁老大 这是铁军吗 就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当老大 我看你的真功夫 是不是都用在婊子身上了 放了我大哥 放了你老大容易 地盘还给我 行行行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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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 都 都 都给他 我们的地盘怎么能给他呢 铁军哪 铁军 你就这么怂 大哥 大哥 有点事吗 没事了大哥 大哥 凭你能杀得了我 大哥 大哥 都给我滚蛋 你给我滚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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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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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里 我说得算 开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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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宗长 您怎么来了 是他通知我们来的 说是要宣布一个 关于贺家的惊天秘密 是 进来吧 老夫人怎么办 宗亲都在大堂里等着呢 愿你 愿你也愿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临时抱佛脚 也没用了 如果想借此羞辱我们贺家 大可不必 我是你的儿子 贺家的东家 我是来帮你的 宗长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各位宗亲们都来了 婆婆 这位姑娘说 咱们贺家偷了她的儿子 有没有这回事啊 你赶紧跟大家说说明白吧 扁得外人笑话咱们贺家 宗长啊 你放心 我们贺家 由不得这些不干净的人 任意玷污 你说 我们贺家偷了你的儿子 你可有证据 认子之事 姿势重大 我当然不会无悲而来 贺老夫人 我身边的这位春娘 想必你一定会觉得很熟悉吧 不熟悉 不熟悉 简直是笑话 应该说 这位春娘 是你贺老夫人这辈子 到死都不会忘记的人 贺老夫人 这个春娘曾在府里做过下人 因为手脚不干净 就被辞退了 你胡说 谁手脚不干净 我想起来了 我的玉镯不见了 阿裴 在 让他们搜他的身 看有没有 是 来 府啊 来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 干吗 还给我 给我 拿来给我 老夫人 没有玉镯 但有这个 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春娘愿意给楚楚 到贺家去作证 说出贺家 抢了她的亲生儿子一事 楚楚就将风月楼赠送于春娘 只要楚楚把风月楼给你 你就替她作证 如果她不给呢 你就不来 大家听听 这是真的证人吗 这明明就是冲着风月楼去的 蓄意谋财 宗长 这种小人的证词可信吗 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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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说楚楚姑娘啊 你操持个风月楼不容易啊 别那么轻易地给人骗了 你们贺家真不要脸 这么一大堆人欺负我们两个女人 我没有说谎 孩子就在你们家 当年就是贺老夫人收买的我 来人 把这女人绑了 送到官府 是 你们 你 放开我 来人 送客 是 楚楚姑娘请吧 贺老夫人 我既然来了 我就不会空手回去 我今天 就是让在座所有的宗亲 都知道 你高高在上的贺老夫人 当年 都干过那些龌龊的勾当 我要见贺家的小少爷 贺明生 贺明生 楚楚啊 我都跟你说了 明生他不是你的儿子 你还是回去吧 免得失望 求求各位宗亲 可怜可怜我这个 无依无靠的女人 允许我和贺家的小少爷 贺明生低血认亲 好解开 这贺老夫人 隐藏了快二十年的秘密 从此以后 让我们骨肉 不再分离 楚楚 别闹了 来人 把她护出去 等等 既然你这么想认亲 我就满足你 我 谁是你的祥儿 你别过来啊 谁是你的祥儿 我今天就会让你知道 到底谁是你的亲娘 宝勤啊 这个楚楚一早就跑到咱们家来 说明生是她的儿子 你解释解释 对啊 娘 你跟她说说 我是您的儿子 不是他的 全仆院的人都知道 明生是我婆婆亲手接生的 我没必要 跟一个外人解释 你当然不会承认 如果我今天 就证明了贺明生 就是我儿子 你该怎么办 那我就给你二十年 梦寐以求的身份 如果明生不是你儿子呢 要杀要挂 随你处置 好 如果明生不是你儿子 你从此以后 不许踏进我贺家半步 一言没定 第一血认亲 明生 过来 好 过来去吧 奶奶 娘 娘 娘 我 我 我 这 混了 终了 真的 在终了 娘 不是您的儿子 我是咱们贺家的少东家 是不是 可是 不可能 可是 不可能 他不会不是我的儿子 不可能 范女儿 你就死心吧 我是我娘的儿子 不是你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好自为之 快走吧 我不信 我不信 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重新在业 你把我和家当什么地方了 我张宝琴已经忍你无数次 你却一二再再二三的造谣盛世 我不会再让着你了 来人 把他给我请出去 是你搞得贵 我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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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不想话 我儿子 你 ignoring si 我儿子 你 我儿子 你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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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足利 我儿子 你能нев着起来吗 哦 我儿子 我儿子 老儿子 老儿子 春嫂呢 跑啊 楚姑 你怎么坐这儿了 楚姑 你怎么了楚姑 楚姑 楚姑 来 咱们回去吧 回去 楚姑 楚姑 我还能去哪儿啊 楚姑 慢点 楚姑 慢点 原来这路 如此的凹头难行 难怪我 再小心 你走过后 楚姑 你别难过 我争了半辈子 我老下了什么呀 怎么 有无数的男人 说爱我 他没有一个是真心的 责帅 责帅 太痴 我灵帝一人 好不容易 老天赐给我一个血肉相连的儿子 可可我却怎么都找不到他 可我却怎么都找不到他 我就想要一个家 主 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主 我 我有错吗 主 主 我会陪着你的 小南会陪着你的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主 主 我会陪着你的 夫人 夫人 娘 你来得正好 我正有事要找你呢 大伙人家主母 跟一个青楼女子一般见识 爹了自己的身份 还让外人笑话 是她动手在先 我几番忍让 实在是人无可忍了 我知道 你也是翻身肉体 实的是人间烟火 哪能没点火气呀 我已经忍了她二十年了 她竟然要明目张胆地抢走名声 还口口声声说 是我偷走了她的儿子 这种拆散母子 遭天谴的事 我张宝琪 好了 不要说了 一个大户人家的少奶奶 跟一个青楼女子动手 成何体统 下死不可 是 我也下个隐瞒了 我也下个隐瞒了 不是说不许你回来吗 你 你把她杀了 你不是想她死吗 阿弥陀佛 你 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 她走了 你的秘密就走了 我是帮你消除你的心魔 你不会叫我做吕洞宾吧 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啊 马匪就是马匪 这个马匪现在是你儿子 而且他帮你 解除了贺家的危机 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能伤人性命啊 作孽呀 我没托付 菩萨 这个人犯下的罪孽 与我贺家无关 请不要降罪给我们贺家 你真的信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杀了他没有 你说呀 我告诉你 我不但懂得用刀枪 我还有脑子 我保证 淳娘不会再来骚扰你 你知道吗 我才是菩萨派来救你的 你听明白了吗 嗯 祥儿 和家的人 到底把你藏哪儿去了 主公 主公 不好了 出事了 去娘她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阿安他们 听到有人议论 说那天 带着你闹贺家的春娘 她已经疯了 什么 疯了 嗯 我 我的儿子还没找到呢 她怎么能疯呢 她怎么能疯呢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疯的 我也不知道 都是些传言 听说也不知道是谁 说要给她一箱金子 就像犯尽重举 当时啊 她就发疯病了 无论是谁她都胡乱的打 非说 别人抢的金子 听说现在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啊 算了 我也不找了 我又能问出什么呢 也是 而且 如果她真跑出城了 咱们现在想找她 也不那么容易 你说这个春娘 咱们去求她 她不跟咱们说真相 自己又偷偷跑回来 两边敲诈 本就不是个善心的人 就算死也 反正楚姑 你也不必为她太过伤心了 来 我不要 香儿 我是不是 永远都找不到你了 你 你说这怎么办啊 好 爷爷 爷爷 我听东智婶说 春嫂带枫月楼那个女人 来家里闹认亲 而且 也是她故意设计绑架我的 可是我只是个下人 她要绑 也应该绑少爷啊 她是爷爷的一个故郊 在家乡的时候 跟她有些过节 为了报复爷爷 就绑架了你 哦 那她是想跟爷爷要钱吗 嗯 不过还好 现在没事了 啊 就别再想这事了 嗯 嗯 春嫂看上去很和善的一个人 想不到啊 哎 爷爷 春嫂后来再找过你吗 这 对了 刚才老夫人叫我 我得赶紧过去看看 啊 再说吧 你先去吧 哎 这么说 是铁军帮我们把淳娘赶走的 嗯 这个铁军啊 行事鲁莽 虽说她这次没有杀人 也不知道她以后会不会啊 可那日楚楚春娘来闹 幸得她提醒 才能多过一劫啊 嗯 铁军她心里 真的是有你有贺家 但是她心里又疑问解不开啊 所以心烦气躁 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那她的性格也太冲动了 您别忘了 她自小在山寨长大 受到的是马匪的教育 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行事方式 也就不能太责怪她了 嗯 幸好铁生 这次只是受了一点点惊吓 她并没有察觉到其他的事 老夫人您放心 铁生只是思念亲娘 我辩了个谎 圆过了淳娘绑架她的事 对于身事 她并没有所怀疑 阿培啊 真是难为你了 哦 这个秘密 我只能带进棺材里了 啊 我怕人生 会像铁军一样 啊 会跑来怪我 啊 冬家 冬家 什么事慌张啊 冬家您怎么在这儿看马呀 快去大堂吧 二老爷来了 张扬着 要老夫人和您一块过去呢 二叔啊 为何如此严肃啊 今日来 所为何事啊 两个字 分家 对 分家 贺家那么大的家业 不是一个馒头一张饼 你想怎么分 公平的分呢 公平 二叔 贺家是当年我爹辛苦打拼下来 我娘发扬光大的 二叔你这么多年只坐享其成 什么都没做过 还敢提分家呀 文达 你爹是我亲哥哥 他的就是我的 就是 当初要不是大嫂 欺负我们桂权年幼 把贺家的大权抢走 这贺家的东家 本应该是我们桂权的 桂权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你是在怨我了 我没这么说 你大哥临走的时候 你才八岁 宗长带着宗亲们 要收回贺家的产业去经营 你躲在我的背后说 嫂子 我害怕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 我是提醒你不要忘本 大嫂 您对贺家 对我的恩情啊 我这辈子永远都忘不了 可过去的都过去了 现在是现在 你看 我要回我的东西不行吗 就是啊 大嫂 桂权年轻的时候呢 也想过分家的事 被我给拦下了 我是说 跟着大嫂 拿月钱吃分红 心里踏实 这人嘛 得知足是不是 可是现在不同了呀大嫂 我们两个都一把年纪了 得为我们以后打算打算呀 你看我跟桂权 这么多年 我们膝下 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那我们以后 我们俩怎么办呢 指望谁呀 好 你大哥临走的时候说了 贺家永远不能分家 你要分 去跟他说去 他要同意分 我们就分家 你这不是在逼我吗 是你逼我 逼我背叛你大哥的遗愿 娘 二叔 你们都冷静点 吵架不能解决问题 二叔 我倒想听听 这个家 你到底要怎么分 把我在家里的股份给对了 另外 我再要贺家的一半江山 桂权 你太贪心了吧 您想想 四十年前 这个家 是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分 现在我哥哥没了 我要跟我哥哥的媳妇您 还有他儿子一起分 那您说这是贪心还是公平啊 说一千到一万 我姓贺 二叔啊 贺家那么大的一个家业 说分家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 你得给我和娘几天时间想想啊 您呢 也好好考虑考虑 这个事情 我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用考虑 那二叔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你非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事呢 你还问我呀 我还以为你当了官能沾你光发大财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好行啊 你替我和娘送送二叔 大从你一来 我们贺家的头疼事就一块来了 哼 怎么都怪我呀 行 你怪我吧 但我觉得坏事越多越好 你什么意思 兵来将党水来土吞 坏事越多 越显出我贺东家的厉害 肯定比你那个贺文达强多了 不就分家吗 求我啊 也许我有别的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你别幸灾乐祸 那行 无所谓 反正分不分家 我都是东家 贺老夫人 我还有事 我出去一会儿 有人干啥啊 杀 杀 何公子 怎么是你啊 我是马肥 我就是马肥 今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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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不手 杀 杀 杀 是这样的 您快坐 坐坐坐 二爷 您喝茶 到 你下去吧 怎么了 宝剑 现在见了二叔 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连句话都没有了 宝秦不敢 二叔您别见怪 上一次我跟大嫂 和文达提起过的那个事情 他们考虑过没有啊 现在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 春娘又带着那个女人来家里闹事 至于分家的事 娘和文达 还没顾得上商量呢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呀 不就是想拖着不给我办吗 二叔 您想多了 拖是没用的 我告诉你宝剑 早早晚晚 都得顺着我干 这个家分也得分 不分也得分 我今天来找你啊 就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忙 把我在家里的这个股份呢 还有咱家的房产地契什么的 你都给我算一笔账 登高 被这么大金 就这么点银子 还不够兄弟们塞压份的呢 这个有风号的徐老板啊 他们总是那么小心 阿龙 看看有没有别的商队经过 回大哥 这都十几天了 你就这么一家商队经过这儿 就那么一点 给我们兄弟一分什么都没有 坐吃山空啊 你赶紧去查查看 有没有别的商队经过 去 大哥 商队倒是没有 不过据说啊 有一路从京城运往杭州的观银 可能会经过咱们这儿 观银 观银 大哥 咱可从来没抢过观银啊 那是你没出息 观银都没接过 消息可靠吗 这个消息 可是我在一个月前 从观差那儿查探来的 绝对可靠 但是因为咱们 从没抢过观银 所以也就没有在计划之中 从京城到杭州 应该走水路 为什么他们会经过我们这里啊 大哥你有所不知 我听观差说了 这是一种障眼法 让别人误以为 一路走水道 其实到了徐州之后 就改走观道呢 好 既然他们改走观道 就对我们再好不过了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下手 对了对对 大哥 大哥 打劫观银危险性实在太高 我们几个兄弟 不一定是那些观差的对手 大哥之前对这事儿 一直心存疑虑 今天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你说什么 让他人志气灭自己为妇 你这样做 永远止步不前 永远是上不了台面的土匪 再说了 这批观银 就算我们不取 早晚也会被贪官拿走 大哥说他有点 别废话了 对啊 你们赶不赶去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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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们儿 如果有一天我无法说话 如果有一天我记忆很长 如果有一天我脾气很大 如果有一天我皱纹满甲 如果有一天我步履多大 如果有一天我冰冷浮华 回忆像落叶吹过我身后 抓不住瞬间消失的花样 未来像无法的一样 就一切都期望 不敢奢望 却还迷惘 你会不会觉得悲伤 你会不会把我在胸膛 你会不会用泪好多航 还是你早把我忘 你是否还对我相忘 你是否还会对我说谎 你是否还在我身旁 还是你早把我忘 还是你早把我忘 回忆像落叶吹过我身后 抓不住瞬间消失的花样 未来像无中一切都希望 不敢奢望 却还迷惘 还是你早把我忘